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数组的拼接这一部分 那么前面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学习完了 去获取英国和美国的两个YouTube数据的项目内容 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练习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把之前案例中的两个后加数据呢 放到一起来进行研究 这个数据怎么办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两拨数据 我们得把这两拨数据放到一起变成一拨啊 那怎么变成一拨呢 首先相加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相加对应位置的元素就会进行加减填除对吧 那么就是我们要做出组的拼接 那么现在看一下拼接它是怎么做的 假如这里有个T1还有个T2 那么T1和T2很明显这个拼接就有两种拼接 第一种从上往下进行拼接 第二种从左往右或者从右往左 然后放进行拼接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 数值拼接 用的方法VSTAC 那么如果说T1在前面 T2在后面 那么到时候呢得到结果就是T1在上面 T2在下面 对不对 VSTAC 这个方法很简单 HSTAC 就是水平拼接 那么水平拼接的话呢 如果T1在左边 放到前面在 那么到时候这个结果里面 T1就在左边 T2在右边 这非常好理解对吧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还有一个方法叫做 水平切割 和数值切割 或者叫水平分割和数值分割 那么水平分割 数值分割 对你是怎么分割呀 如果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数据 是这样的 我们要把它进行这样一个 数值分割 就分为两部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是怎么分的呀 数值分割 是这样分 数着画条线 还是横着画条线呀 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 数值分割 是横着分割 还是数值分割 是画条横着线 还是画条数着线呀 为什么呢 因为数值拼接 就是数值的方向 所以数值分割 也是这个方向 你见吗 它们是互腻的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比较绕 但是大家不要 把它给高混了 这是关于数值分割 它确实有这样一个方法 但我们没有讲 可能因为我们平时用不到 把数据去分为好几个部分 我们用切片 或者所以就可以了 但大家需要知道是什么了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要用一个方法 叫数值分割 那么它对应的就是 横着画条线 如果有一个方法 叫水平分割 那么对应它就是数的画条线 它刚好和水平拼接 和数值拼接 是刚好相反的 所以大家只需要记得 水平拼接和数值拼接 它是什么样子的 那对应的 水平分割 数值分割 那么就是跟它 刚好相反的一个操作 你解吧 那么关于这个水平分 数值拼接和水平分接 现在我们就不再写了 我们等到后面有个小栏 练习 我们在练习里面一起来写 那么交换数据的行列 交换数据行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 之前我们在讲 T1T2每一行表示一条数据 对不对 T1和T2每一行表示一条数据 如果我们拼接的时候 如果说这每一行的数据 这每一页的数据 代表的东西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还是拿之前 就是说那个例子 每一行数据 代表我们拿到水果的数量 比如第一行 第一页的表示苹果 第二页的表示香蕉 那么当然T2来说 T2的第一行表示香蕉 第二行表示苹果 那这个时候它和T1拼到一起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呀 因为在T1里面 明明应该是第一页是香蕉 但是这里的第一页是苹果 对吧 所以他们肯定会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对应的 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就是把T1里面的每一页的顺序 给调整一下 把第一页和第二页的页交换 对不对 那么就来了 如何进行交换呢 对吧 就是现在我们要学到 需要学的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交换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拼接的时候呢 可能每一页的意义不同 拼接起来呢 肯定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顺利拼接的效果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交换 其实这是交换的 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T对吧 如果说我们想把第一页和第二页进行交换 那么这样写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想把第一页和第二页进行交换 或者第零页和第三页进行交换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而对方来进行交换 也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发现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区别吗 就把顺序换了一下嘛 对不对 我们前面写一二 表示选中第一页和第二页和第三页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第三页的前面 把第二页和后面 然后他们就可以交换了 那么对于列来说的话呢 也是这个样子 只要选中对应的列 对应的两列 然后呢把它交换一下 位置 然后就可以交换成功了 这也很像什么呢 很像我们在python里面 所以经常遇到的那种期 如何在不使用第三个变量情况下 交换AB两个保存的值 对吧 怎么怎么交换啊 AB等于BA对吧 那跟这一样吧 02等于20 是不是一样啊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 就能够非常easy的进行交换 那么下面来做一下这个练习 希望把两个国家数据 进行一起来研究 同时保留两个国家的信息 大家可以思考两分钟 看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把两个国家数据放到一起 进行研究 同时保留两个国家的信息 应该怎么做 这个数据呢 昨天已经给到大家了 就昨天的数据 大家下面做下这个事情